第一笔财近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7月29号 星期一的一个盘中解盘节目 我是陈文博 今天的台北股市 是呈现一个开低量缩的 一个震荡格局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的一个走势 现在台北股市的加权大盘 现在跌了13点 成交量的话 大概是在1000亿上下 在1000亿上下 这个成交量 如果今天这个成交量是确定的 它很明显就是缩小 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 台股的成交量还有1111亿 1111很好判断 然后上礼拜四还有1300亿 上礼拜四 7月25号 然后今天7月29号 过了一个礼拜六礼拜天 今天的预估量 各位可以看到 上礼拜还有1111 现在预估只剩1000亿 如果盘中没有补量 基本上的话 这个量能是缩小的 所以今天它是属于一个 量缩的一个震荡格局 好 其实微博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我一直在想 我要怎么样 把目前的盘式的看法 表达给各位 让各位可以很清楚的 知道目前的状况 为什么 因为各位有没有看到我的测标 今天是7月29号大盘 到上个礼拜五之前都是向上 但是我今天给各位一个问号 你一定会觉得说 是怎么样 问号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是向上还是向下 我跟各位讲 比较偏向下一点 比较偏向下 就是我原本在想说 我测标要给各位向下 但是想了想又不对 这样好像又会有误导 大家的一种感觉 好像说 现在所有股票要卖掉 没有 各位投资朋友 我跟各位讲 还是有股票会涨 比如说 6230超重 涨7块半 还是有股票会涨 今天又创高了 今天最高点来到252了 目前为止 在这个位置点位 我这样讲好了 这是我们在上上个礼拜 7月16号当时候 指数还在10800点的时候 当时候在测这个下降压力线 对不对 好 我们说如果做了突破之后 开始进入了10900点以上 会开始进入高档的位置点位 这个我上个礼拜就一直跟各位讲了 我说10900点以上 各位现在是10877 好 上个礼拜的确有到1万9 你看这边都到1万9千 1万0900 不是1万9 1万0945 然后1万0976 这边到1万0994 到了1万0900点之上 大概在介于1万1000点 就是万一跟10900这个位置点位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 从技术分析的一个角度 过去两年的时间 每一次上了1万1000点 1万1000点 这是今年的1万1000点 每一次的高点 我们把它连了一个下降压力线 这个位置点位我们可以拉近一点看 就是当时候位置还在10800点 这个地方大概就是11000 有没有 大概就介于11000 10900点 我把它画一个圈圈 也就是进入这个位置点位 好 我们看整体 他会开始进入了高档 就跟这地方进入高档一样 就跟这地方一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各位讲说 10900点以上他就都进入高档 好 那这个进入高档代表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在 微博老师在解盘的过程当中 我不要去错误引导各位 比如说10900点以上 我们要全面放空 其实我这样讲好了 你应该以股票的状况为主 如果你选择了股票 我们比如说在月初 假设你是去放空美绿的人 7月初 因为他7月初的时候 最高点曾经来到多少 182 你如果放空美绿的人 我不能说你错 我并不能说你错 那美绿的部分 他的一个公布的那个 除全席的那个 就是时间点 因为这是107年的 108年6月19号开股东会 到目前为止还没公布 所以如果你去放空美绿的投资朋友 你看他到今天还在跌 我不能说你错 但是如果你去放空 比如说超重 那你是不是就错了 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思考 今天一直在思考 到底要怎么把这个盘式的状况 来跟各位分析得很清楚 其实重点应该在股票上面 也就是说你选择的股票 他是不是还有机会会涨 如果还有机会会涨 他的位接点不高 能不能做多 可以做多 虽然大盘我认为 进入了10900点以上 叫做进入高档 但是能不能做多 可以做多 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看 我们代会员操作股票 就目前为止 我代会员操作股票 今天大盘是震荡的 今天大盘是这样子 现在跌了18点 这几天已经拉回了几天 你看从上礼拜 10994点已经拉回了 到今天5天 已经5天 各位 微博老师代会员的股票 今天还在涨 我等一下会给各位看证据 但是有的股票确是在跌的 所以目前为止 我想我必须把这个盘式的状况 给各位讲清楚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加全 今天为什么会给各位一个问号 我们详细来跟各位讲 这是今天7月29号 各位你看 我们拉近一点 这是今天的K线 这是今天的K线 请问有没有跌破了 这一波以来的上升轨道 就是从这边连接上来的 这刚好也是这个低点 这一条上升轨道 来 请问今天有没有跌破 有啊 今天确定有跌破 各位 虽然你们看到指数 目前为止是跌了16点 但是这个上升轨道 是今天确定跌破了 有没有 我这连起来有没有看到 这一根K线 今天的K线 已经确定跌破这一条线了 好 所以目前为止 你能说这个地方它是多方吗 好 我们先来看 但是它跌破的过程当中 这地方是不是有突破 11097以来的一个下降反压 确实又有突破 所以一般来讲 技术分析来讲 突破有没有可能会做回撤 有 突破回撤 来到这一条线 它又变成什么 又变成支撑 来 各位 又变成支撑 好 那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是画了这两条线 对不对 今天我特别再加了这一条 就是从这个地方有一个缺口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缺口 所以这边这一根线 叫突破的纯阳线 这个是突破 这个地方叫突破纯阳线 所以突破的纯阳线的低点 我们把它画了一个支撑线过来 这边又是一个支撑线 也就是说目前的大盘 它陷入了这一个 短线上陷入这个区间 中长线陷入这个区间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那如果整个大盘 它可以再度站上了这一条 上升轨道的上方 它会再度转强 所以现在的时间点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时间 微博现在跟各位解盘时间 是11点08分 现在跌11点 再震荡 但是确实是跌破这一条线的 所以以目前现阶段的状况 我没有办法给各位确定说 它一定是向上还是一定是向下 但是我这边要给各位一个正确的观念 如果微博老师给各位向上 是不是代表这个盘式会涨过1万1000点 会涨到1万2000点 不是喔 我的看法没有变 我认为1万0900点以上 还是属于高档 我的看法没有变 好 如果我给各位改成向下 因为明天应该就有答案了 明天就有答案了 因为今天我解盘这个时间点 是11点钟 那确定 一般来讲盘式确定的时间 大概会在12点过后 所以我现在没办法跟各位确定 如果我给各位改成向下 假设明天 明天各位看到了向下 是不是代表这个盘式要跌破1万点了 要走大空头了 目前为止 我现在也还不是这样认为 原因是在于什么 现阶段它跌破了 整个走势 从原本的这个上升轨道 又再度跌破 原本这边有一条 第一条上升轨道 上升轨道第一条跌破了 它变成进入第二条 第二条之后现在又跌破了 所以现在进入什么 进入这个区间里面 所以我们在解盘过程当中 应该是了解目前的盘式 是属于比较偏强还是比较偏弱 如果你要问微博老师说 现在的一个架构 是属于比较偏强还是属于比较偏弱 我跟各位讲 我们从大盘的盘式来讲 它是属于比较偏弱的 它是属于比较偏弱的 各位这样清楚吗 这个偏弱是不是表示偏空 我还不能跟各位确定 为什么 因为我手上股票还在涨 我手上股票还在涨 我等一下我给各位看 我们先把大盘的状况 跟各位讲 也就是说这个盘式 无论是涨还是跌 你应该专注在股票上面 因为指数来到这个位置点位 它的走势 我还不能确定跟各位讲说 它一定转空了 所以在这个现阶段的状况下 股票的状况反而会 差异性比较大 有的股票还在涨 有的股票还在跌 你必须要弄清楚 你现阶段要操作的股票 是什么状况 所以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这部分我还是跟各位讲一下 整个行情 以加全指数进入了10900点之上 它叫做进入高档 这个看法我没有改变 然后OTC的部分 OTC的部分 OTC的部分142以上 它是进入高档 好 OTC有出现转弱吗 OTC是还没有的 一样 今天的OTC 143跌了0.29 好 大盘有 大盘有出现转弱的迹象 但是还没有出现转空 还没有出现转空 是出现转弱 也就是叫做初步转弱 应该是这样讲会比较清楚 OTC有出现转弱 一样今天是跌对不对 OTC没有出现转弱 为什么 它现在是进入高档 但是还没出现转弱 这是OTC今天7月29号的走势 它一样沿着这个上升轨道 我们之前就跟各位话话过了 所以沿着这个上升轨道 有没有被改变 没有改变 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讲说 OTC它是什么 它是进入高档 但是它还没转弱 所以既然还没转弱 会有个股表现 所以你仔细来看 今天跌的股票有 上市有546加 目前上涨的有417 然后OTC的上涨有354 跌的有390加 是不是有股票涨 当然有股票会涨 所以接下来该怎么操作 很重要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会从股票部分 来跟各位讲 像现在 我怎么带会员操作的 我们等一下跟各位来做一个 详细的一个报告 免现金的时代来临了 接口支付 LiPay 拍钱包 全个折抵无上限 VU控 HAPPY GO 80点限折20元 往内亚洲万里通 每趟回馈10里数 立即开启55688APP 点数折抵最划算 运达同步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汇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抄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佳击 创参线02 8773-8859 8773-8859 运达同步核心抄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汇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抄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佳击 创造线02-8773-8859 8773-8859 您好 我们是内政部移民署 eGate自动采验通关系统 会给您方便与快速的通关体验 第一步骤 请将护照发至对人资料页面 对人资料页面朝下 接着靠左三角对齐 至于护照读取机枪 完成感应后脚门打开 第二步骤 眼睛直视机器上方镜头 同时手指按压机器 右下方指纹按压机进行电视 电视成功即通关完成 It's easy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台股 现在跌16点 成交量差不多 跟我刚才讲的差不多在1000亿上下 我不晓得大家听不听得懂刚才上半动我 跟各位解盘的状况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好像讲得有点不清不楚 这个行情到底是涨或是跌 对不对 其实现在是很关键的时刻 我更用白话一点的一个说法 目前的台股操作难度很高 这样听得懂 目前的台股操作难度很高 因为有的股票会涨 有的股票会跌 所以重点在于 你所操作的股票 它还是涨势 或者是 它有没有出现转弱的迹象 你要懂得会分辨 这个是我要跟各位讲的 因为现在的操作难度 真的很高 我没有骗各位 你如果说可能你打开电视机 听到别的老师在跟你讲说 这地方做股票很简单 我要凭我的良心跟各位讲话 现在操作难度很高 所以现在的操作 绝对不是那一种 大量的进进出出 一下叫你买那两股票 一下叫你出这两股票 不是的 那个会耗损你的资金 会让你的资金在不知当中 慢慢的减少 你会多增加停损的次数 所以现在应该怎么操作 降低操作的频率 锁定起涨的股票 如果你是要做多 锁定起涨的股票 如果你是要放空 锁定起跌的股票 然后去操作 买要买起涨 你的风险才会特别小 如果你问我说 吴博老师现在还有起涨股票吗 我跟各位讲 我每天在盘中的时候 我都很努力地去寻找 有没有起涨股票 因为如果有起涨股票 我就叫我会员去做买进 什么叫起涨股票 它的基期低 它的位阶低 它的上涨几率高 这个部分不是只是说 凭感觉而已 各位它有很多的面向 要去研究的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因为今天大盘是震荡整理 对不对 我最近操作的股票 因为我股票不多 我先讲我会员怎么操作 最多都不超过三档股票 目前的我们的一般会员 我先讲一般会员普惠的 目前手上就一档股票而已 我上个礼拜就跟各位讲过 对不对 好 你看 这是我们在7月23号 今天是29号 所以是上个礼拜买的 微博浦就是这个等级 我目前只有两个等级会员 就只有两种而已 因为这一档是三十几块的股票 所以我只请普通会员去买进 当初买进的时候 是直接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我讲过了 我最多就买三档而已 不会超过 因为你买股票买太多没有用 那再来我会设一个停损 有没有看到 设一个停损 买进是31.5 停损是30.8 所以这样子假设 如果假设好 微博看错了 对不对 可能我的判断错误好了 我的会员会承受多大的风险 7毛 这个大家会算 31.5再减掉了30.8 这样各位会算 这样会算 好 这一档股票7月23号买进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最近的表现 7月24号 7月24号 31.6 好 我们看整体一下 为什么我会去选择这样的股票 做多了 因为它是前面一波跌很深的 现在位置激起在这边 这是每一次它的一个低点的位置 我们把它连着一个上升趋势线 它的一个上升轨道 目前位置在这边 所以我们可以拉近一点看好了 我在7月23号买进的 它是比较小 然后如果它跌破了 我就设停损 好 我们看整体 7月24号的时候是31.65 我们是31.5买进的 31.5 没错了 31.5 好 再来到7月25号 我们看一下 这是31.65 就是31.5买进 到31.65 然后7月25号 上个礼拜 这是上礼拜四 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价格 7月24号是31.65 然后7月25号跑到32.75了 跑到32.75 它涨得比较慢 涨得比较慢 但是它是涨的 为什么 因为大盘已经开始在10900点以上了 操作要小心 只能买这种低机起的 好 然后到了7月26号 到32.75 33块了 这是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已经到33块了 好 今天的大盘 这几天的大盘是不是跌 对不对 这几天的大盘 是不是跌下来 没有跌很多 因为整个盘是还没有确定转空 对不对 它是属于一个高档震荡的一个架构 7月26号是33块 今天 一样的 都一样的K线 各位你看一下 这一样的K线 一样的K线 上个礼拜五是33 今天是33.6 目前33.6 最高到33.95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候买进的时间 31.5 直接市价买进三分之一资金 好 到今天 六天过去了 33.6 31.5 33.6 这样的话 获利是2块1 2块1 好 那目前我看一下 是不是还在涨 没错 目前还在涨 这一档我还没有公布 我还不能跟各位讲的原因 其实各位 你们如果看我节目是要名牌的话 那你就转台了 因为 微博为了保障会员的权益 我一定是拉出了获利 可能10% 我才跟各位公布 我不要各位在这边 帮我做抬教的动作 我们是做公平的 公正的一种操作 我的目的不是要让各位帮我抬教 我的目的是要让各位知道 我是怎么去操作的 所以这样的股票 如果涨了超过10% 现在大概赚8%左右 超过10%我就公布 但是目前还没有 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意思 现阶段你要买的股票 要买这种 基期相对比较低的 然后买进去的时候 像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要设的停损是这样子 设的停损比较少 各位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样子你在操作 现阶段在台北股市里面操作 你风险才可以降低 你可能认为说 我是不是买了5档买了10档 然后拿这一档给各位看 没有 我这个会员等级 就这一档股票 目前就一档 因为现阶段这个位置点位 绝对不是那一种 你大把的一个银蛋资金 把它撒进去 你就可以赚钱 不是的 你操作越多 你失误次数越多 你赔得越多 我可以这样跟各位讲 为什么 因为操作难度增加 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我一定秉持5个原则 这我之前都跟各位讲过了 第一个叫基本面选股 也就是如果我要做多的股票 它的基本面一定是好的 第二个是技术面 买进跟卖出 第三个不追高 因为追高一定有风险 买进设停损 会员持股一定是三档 也就是说我目前像这一档股票 三分之一资金 对不对 我后面还有三分之二资金 假如我又找到了 不错的 起涨的 我是不是可以叫我会员去买进 风险很小的 我又再买三分之一资金 就是这样 所以我照的原则 就是照这样的原则 举例好了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 比如说像操纵 操纵我们是特别会员股票 现在手上还有 还没有卖 因为还没有出现卖讯 6月3号买进 7月3号卖出 7月10号再买进 然后一直到现在 这是6月3号的买进讯息 159 6月3号是这一天 这我自己就讲过了 为什么要买进 我讲过了 我买进股票一定有基本面 对不对 基本面这个部分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操纵本身的获利都是成长的 为什么它股价会涨 因为基本面好 它的题材 它是三星智慧型手机题材 当初我会买进它跟华为 没什么关系 这是技术面 我们买进的时候 它刚好做起涨动作 那时候是在160 对不对 我们在6月3号159 然后到了6月5号才到160而已 好 7月3号我们把它做卖出 为什么 因为7月3号出现转弱 7月3号是这一天 跑到我边去了 好 这边 7月3号的K线不见了 时间不够了 7月3号是这边 你可不可以看一下 这边我就先卖一次 然后后来这边又买回来 7月10号17又买回到现在 当然现在对我来讲 操纵对我来讲 我是看卖点 我不会再买它了 时间不够 没有办法很详细跟各位讲 但是我的操作逻辑 我相信各位都懂 你可以看我过去的节目 现在公司有推出这个恶望专案 非常非常的优惠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询问这个方案 你觉得划算 你再来参加我的一个方案 好不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 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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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运通财经台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台股直播室 超强名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急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进行锁定运通财经台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会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超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佳击 创传线028773-8859 8773-8859 运达同步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步轻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陈老师 两岸吃到饱 最低的入会门槛 最高的投资报酬 以专业诚信超盘 帮您控制风险 创造佳击 创传线028773-8859 8773-8859